接下來我們要跟各位提的東西也很簡單 就是一開始講的是簡單的內容 那重點就是這個位移跟路徑場 重點是這個位移跟路徑場 一開始要講的是位置的描述 那問說你在心裡要問自己 你怎麼描述國相的位置 你怎麼描述大樓的位置 你怎麼描述太空說的位置 我如果問你太空說在哪裡 你會怎麼回答我 如果問你太空說在哪裡 你會如何回答我 太空說在哪裡 你怎麼描述它 要描述位置需要一個參考點 基準點或者數學上所稱的圓點 然後告訴我它在它什麼方向的 什麼多遠的地方 就是方向跟距離 那這是相對於某一個東西的位置 所以我們稱之為相對位置 所以我們稱為所謂的相對位置 相對位置 需要一個參考點 比如說 我們可以說太空說在大樓的東方十公尺 佛像在大樓的西方五公尺 像這樣 我們在大樓太空說在東方十公尺 佛像在大樓的西方五公尺 那講這句話的時候 我們是以大樓為參考點 大樓為基準點 大樓為圓點 或者我們也可以這樣子敘述 我們說佛像是在太空說的西方十五公尺 佛像是在太空說的西方十五公尺 那這個就是以太空說為基準點 所以發現 一個說法是佛像在大樓的西方五公尺 一個說法是佛像在太空說的西方十五公尺 為什麼說法會不一樣 因為你的基準點參考點是不一樣 所以你的敘述的方式就不一樣 可能大小不一樣 可能方向不一樣 可能大小跟方向通通都不一樣 就是所謂的相對位置 相對位置 所以我們這個問題 他說氣象報告 納利颱風中心在宜蘭的東北方 102公尼海面上 啪啪啪啪啪 第一個問題 這個敘述 這個敘述是以誰當作參考點 這個敘述是以誰當作參考點 三四 三四 起立 起立 不用帶 起立 颱風中心在宜蘭的什麼什麼地方 幾公里的海面上 講這句話 我們是以誰當參考點 宜蘭 我們是宜蘭當作參考點 宜蘭的什麼地方 什麼方向多遠的地方 宜蘭當作參考點 那麼現在 如果改說是恆春 在恆春的什麼地方 這樣的敘述的方向跟大小位置 還會一樣嗎 應該很正常就知道會一樣還是不一樣 如果現在改成以恆春當標準 它還會一樣嗎 如果 如果 剛才說在宜蘭的什麼什麼地方 Number 5 P65 這樣還會一樣嗎 不一樣 因為你的參考點不一樣 所以結果就會不一樣 參考點 基準點 圓點不一樣 所以你的相對位置不一樣 我講過了 可能大小不一樣 可能方向不一樣 可能大小跟方向都不一樣 這也是大小方向都不一樣 如果改用恆春當參考點 變成是北北東方250公里的海面 所以這就是 這就是所謂的 相對位置 相對於某一個參考點 所定出來的狀況 是如此這般 OK 然後 有一個人迷路了 對著無線電 然後跟所有人說 我看到大壩尖山的主播 在我的西北方 他告訴你 大壩尖山在我的西北方 那你現在找到這個人 你該去哪裡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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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大壩尖山 好 14號 14號 大壩尖山 你該去哪裡找 請坐 我應該要往大壩尖山東南山 相對位置 大壩尖山 大壩尖山在我的西北方 所以換成大壩尖山為基準點 我在他的東南方 所以我要去大壩尖山東南方 找這位 離路的 曾山的山友 這就是 讓你了解 什麼叫做相對位置 你的描述 必須要包含大小跟方向 多遠 什麼方向 然後呢 參考點不一樣 基準點不一樣 你的描述的結果 就是不一樣 就是有關於相對位置的部分 可以嗎 可以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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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